感情事业要想好 千万不要向下敌旧 我看事儿就遇到过两类人 要么心肠软 要么顾虑多 明明自身条件可以更好 但偏偏要往下选 不管是另一半还是工作 结果是一步错步步错 人生就开始走下坡路 就好比昨天一个姑娘看事儿 她自身条件特别好 但是啊恋爱脑 未婚先孕 直接被对方拿捏 选择了一个渣男 人生过的是一团糟 就来问我怎么翻身 重新开始 我当时看到她呀 也是有一种作为孩子家长 心疼孩子 但又对她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所以我真的是要劝大家 不管做什么选择 向上去找 不要向下兼容 就算你真的特别喜欢 一定要去考虑 你所能够承担的后果 你看很多人 他现在后悔啊 就是因为他看低了自己 也高看了别人 要知道 有些人真的不会因为你是低旧 就更加重视你 反而会利用你 针对你 消耗你 不管什么选择 不要退而求其次 否则呀 生活只会越来越糟糕 没有经历不打得越糟糕 不疑